原标题 韩点近几年出演中国电视剧的泰国小哥和小姐姐们 大家都知道 现韩令一出 那些欧巴欧尼在中国拍摄的电视剧就都直播了 最惨的是张翰 她参与制作或拍摄的好几多电视剧的女主都是韩国艺人 即便传奇大亨播出的时候 把聚会上的戏份让贾清替换了 但也十分尴尬 随着这几年泰剧的发展 中国粉丝追捧泰剧的热情日益上涨 去年让Mark大伙的人生波动 在中国也一度引起了一阵话题热议 不少粉丝喊话 让小哥哥来中国拍戏 其实近几年 泰心向中国电视剧市场的输出变得愈发频繁 今天就来说说近几年 出演过中国电视剧的泰国小哥的小姐姐们 推歌普斯因出演热门泰剧烈爱百计 丑小鸭之天生绝配 我要成为超级巨星 收获了一票中国迷妹 后来在逆袭之星图璀璨中 搭档作艺 完成了中国荧幕首秀 但这剧有点狗血 反应一般 英迪帕塔尼的第一部中国作品 就搭档了郑爽 两人合作出演了AI题材剧《我的保姆手册》 剧中英迪帕塔尼饰演一位人气明星 何小爽有着一段甜蜀爱恋 在很多泰国小哥哥 进军中国电视剧市场后 终于等到了泰国小姐姐的中国首秀 曾在大热电影《天才枪手》中 饰演女主的朱迪蒙雄查容苏音 近期出演了中国探险寻宝题材的网络剧《绝地刊宝》时 该剧讲述了的一次野外救援行动中 预期雪莉等人竟意外发现了医师千年的神秘宝藏 如此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